我再分享一個實際的例子 各位可能不知道我最近在烘咖啡豆 那我是去年才開始喝咖啡 喝精品咖啡 然後買了一堆貴貴的豆子來喝咖啡之後 我就發現一件事 自己要喝那個精品豆單瓶豆子 一包都要四五百塊半磅而已 我就覺得很花錢 我就想說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烘豆 聽說咖啡是黑雞 黑雞就是我生豆如果一塊 我烘好之後我就會賣四塊 如果再沖好給你我就會賣十六塊 比例大概是這樣子 你去換算一下就知道 所以一杯花繩 外面那個西門町一杯180 150cc一杯 他如果去買生豆的時候 這個花繩的生豆他可能 那一杯的量20克 可能就是大概40塊左右 所以他是買熟豆來的 他只要花40塊的成本 就賺一杯就180 然後如果他是自己用荒豆 那他的成本就只要10塊錢 各位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如果我這麼愛喝 沒有每天要喝 然後我老婆也跟著喝 那我可不可以節省一點成本 我就想要買一個烘豆機 然後那時候就上網去Google一下 發現一台3980最便宜的烘豆機 可是雖然他一次的量只能烘60克左右 那可是對我來講 我一天跟我老婆喝的量 一天也差不多就60克 80克頂多80克 所以我烘一次可以喝一天還好 那3980呢一下子看錢覺得很多對不對 光看那個3980覺得還蠻多的 是在我們這種勤儉的骨子裡 是客家人 但是我是閩南人 我們是住在閩南村的客家人 好 所以我們有那個客家人的基因在 好 所以我就大概用Excel試算了一下 這個案例在我的那個blog上面可以找到 我如果今天都不買咖啡機 我都買外面的豆子 那我一個月要買四次 四次就要1600 然後所以第二個月就3200 累積啊 然後4800這樣一直累積上去 然後我如果自己轟豆 所以我這一個月3980開了 下個月我的生豆的成本只要四分之一 只要400塊 然後再三個月也是400塊 所以這樣加起來就是3980 4000多一點 然後5000 我就把那兩條曲線畫出來 那個生 自己不轟豆的成本是這樣子 然後買了咖啡機雖然起點比較高 可是它的後面的花費是這樣子 我發現我第三個月就打平了 第三個月就打平 所以我就殘殘在開著 所以的確買來之後 你去買咖啡機雖的成本就整個降低 你就覺得很棒很享受 可以喝進各種比較貴的咖啡 然後自己又不用花太多錢 可是這個美夢 差不多只微信了三個月 為什麼 因為開始喝了之後 就會想分享辦公室 來幾回來幾回 然後現在我要供應全辦公室的量 免費提供 當然我們受量校長有贊助一千塊每個月 但是差不多要一個月喝起來要兩千塊左右 最近我在供應藝劑豆這樣 就是最高級的 但是不是最高價的 不買技標批次 我們不是有錢人不要去 就是伊索比亞原生種的藝劑豆 比較低價的藝劑 但是一樣可以品嘗到那個風味 好 那所以我就換了一個烘豆機 換了一個滾筒式的 一次可以用三百克 所以我又買了一次設備 就烘不到兩個月了 在最近 因為網路上的朋友又開始 欸!你的咖啡豆 我又發現我那個烘的好像不太夠用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台北老師說 欸!文順 我幫你投資 你要多少幾萬兩金給我購 我直接買一台給你 那個錢你就用 我本來很擔心 我就擔心他會不會 設備他出馬 會不會以後要跟我分 那他就是賺那個 他那個叫被動收入 然後我在那邊賺主動收入 累得要死錢都被他賺去 我本來很擔心KBI 結果他跟我說 你不用擔心啦 那個以後我買的豆子 就是從那個設備層扣掉就好 所以最近就可能在考慮要換設備 所以你就會發現 當你把這些數字 很難理解的數字 一眼看過去無法看透的數字 你把它做成圖表 做了一些轉換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趨勢 你是可以馬上知道的 所以好的主管應該是怎樣 把一堆資料做成圖表 或直接分析 分析好告訴校長 校長我們有A B C 3案可以選擇 那A案它的缺點是什麼 優點是什麼 結果會是怎樣 B案有怎麼樣的嗎 然後選擇選在校長 然後校長A F 那我選擇B案 如果有問題 因為我已經事先知道結果 那我來承擔 結果就會是這樣 所以一個好的主任 應該是做到這種地步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一個好的股市銷售員 他要拿一堆報告給你看 問你要買哪一支 這你會跟他買嗎 我會啊 那你拿那個 那個 給人 虛制圖給他看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他掉下來會掉多久啊 我到底該不該買啊 你也看不懂啊 因為你不是專業去研究的嘛 對不對 所以比較好的會是怎樣 我跟你說 今年聯發科 台積電一定會長 而且長到明年 長到除非那個三星爬起來 不然他就永遠長 這樣直接跟你講 那這樣就是最好的 因為他把後面的分析 預測的結果都告訴你 所以這個叫資料表示的能力 哪有呢 在這間 就 有